HELLO, 大家好, 我們攝影一周 今天師傅又回來了, 很久沒見大家 先由我講, 最近很多人出機 Canon 出了一大堆機, Nikon Z8 準備10號 5月10號就出了, 現在Sony 就有一隻新機會出 就是他們的APS-C機, 很久沒出 但是它出了6100, 6600之後就停了 現在就說有一部, 其實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不是7000, 但是它是6700 6700, 我想意思就是進步不多 就是6600, 多一百, 盡少少 大家都知道, 它又出了一部ZV1 那些Block機 那個小感應器 但是問題是, 它現在這個, 其實2600萬像 跟它的FX30是相同的 7級內置防震 但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4K120P 雖然就說有1.19X的財設 我講的很少而已 也很少而已 但是就120P很厲害 Anyway, 就是這裡會比較厲害 其實呢, 一樣的樣子 但是說機身厚了3mm, 高度高了4mm 那所以呢, 都不是差很多 但是一點點那麼多 但是呢, 你知道 Sony 啦 Sony 呢, 近年都沒有移動到它的樣子 它的樣子是不移動的 其實Sony 的A系列 其實也有很多捧場客 是, 沒錯 因為它尺寸小 質素又不差 又可以換鏡 很多A鏡可以用 是, 因為它A鏡是多得很厲害 因為它所有 有些大部分幫它出 是啊, 不止 現在大陸鏡都是很多AF 它自己本身也有 自己也有 即是, 無數那麼多鏡用 所以Sony 機身呢 是多人用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太多鏡用了 你由千多元的鏡 至五萬元的鏡 我記得我上一次都說過 其實現在拍照的人 主流來說其實不是專業的人多 主流是普通人多 普通人來說 你的A系列的機身 其實正義方方 其實它不介意 是啊, 是啊 我們專業的人 又說要握手 又要好 又說要改變 又要好 沒錯 其實主流都是這些 你講的這部機 我想起剛剛Sony 其實它的副總裁 已經退休了 他講了一番說話 很值得參加 他就說 Sony 初期出機 原來是假裝豬吃老虎 你有沒有看過這篇文字 沒有啊 沒有啊 他就這樣說 因為初時 在這個單反年代 Sony 其實是很小的 很弱的 收購了 Minota 那些東西 很弱 根本就不足為患 不足為患 但他開始發展無反 無反 但是副總裁說 Sony 的策略 就是硬豬吃老虎 出一些東西 不覺不覺 讓你的人沒有戒心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機器 不太受歡迎 但是慢慢慢慢 他的東西 是不出著的 他將最近的全部收起來 其實他已經有了 這科技已經有了 將最近的對焦 追焦 什麼影動物 那些東西 全部不放在他的機器 沒錯 等他的市場 慢慢開始 然後他會摘高 一點一點 但是他摘得快 他摘得快 那麼 Nikon 和Canon 就以為他沒有了 輕敵了 輕敵了 沒有在這個無反市場裏 下苦工 誰知就是這樣 還拖了無反出 所以已經被他佔了 這個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穿著附回 你成功了才這樣說 還是他本身的策略這麼厲害 那如果呢 對應你現在這部A機 其實當初他就是用這些A機 沒錯 我就想起這篇文章 我覺得是的 真的 這個有一個事實 因為Sony 那個進展 在無反市場 突然間 上來的 他單反的時候 是不夠 不夠 就算他買了MENOTA 也沒有用 不覺不覺這樣 平地一聲 大家醒覺 他出了最厲害的機器的時候 你發覺你追不到了 沒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像還有一些新聞 好了 還有的 5月10日 大家只是Z8 5月11日 就出了這張圖 這個Canon 究竟為什麼要避一天呢 不知道 免得 就是避吧 大家市場不同 那他就 說明是一個Block機 像Insta360那些 我猜 沒錯 他避了5月10日 5月11日出 又說明是一個Block機 半遮半任 很多人都猜 前陣子 前陣子 出過一塊這樣的東西 嗯 像是一架 有個雲台 有個雲台 就是有個三軸雲台 手握著的 手握著 又有個鏡頭 那個鏡頭 就像是現在的無反鏡 就是跟DJI去競技 對 沒錯 但是這個無反鏡可以脫出來 就是用它現在的R鏡 那它是有優勢的 是 因為如果你不可以換鏡頭 或者你沒有CANON群去支持 沒錯 你一定不夠CANON 不夠DJI 但是呢 當你有CANON鏡頭群去支持 是 這樣就另計了 那還有一個 這個 叫做什麼呢 想的事情 就是說 原來它這個環呢 就是以前 它們現在放棄了的M環 哦 哈哈 所以就說 所以就可以用回 這個M鏡 M M現在沒有了 全部變成RF 那又再找回M鏡頭 放進去嗎 那M鏡頭也有一堆在那裡 不是 那你那些人沒有用這部機 你不再出 那之前就買了 是不是 那我又買回來 喂 不知道 是啊 所以現在完全不知道 在迷夢之中 五月十一號就知道了 那看看是不是這樣出 你剛才這樣說起 我們不是說會找回M鏡頭嗎 在哪裡找呢 在阿苗街 在深水埗 我再說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很有趣的 你應該也有在新聞 就是呢 國內五一 勞弦折落了很多 那些遊客來的 那個人走到深水埗 搶那些CCD舊機 啊 真的有趣 小紅書嘛 那些機子比較鮮 不是鮮 她說是鮮一點 是漂亮一點 是有以前的菲林 那種 因為她說了 就是鬆鬱蒙 是 鬆鬱蒙 國內市 鬆鬱蒙 因為像素低 沒錯 那一定的 我家裡也有很多部 是啊 沒錯 但是也沒用 為什麼呢 因為很便宜 我聽他們說 三百至六百元一部 沒有的 沒有的 就是 因為阿寶街那些 用來扔的 就順便賣給你 是呀 他們比較厲害的 不知道哪些地方 找回一些電池 找回一些叉座 可以用到的 因為我們那些 沒有浪費 隨時不用了 電池和叉座 那他們買得出來的 都一定有電池和叉座 那這樣就賺給一個厲害的 所以這個世界很有趣的 你流行一些東西 你真的猜不到 是 原來 網絡吹一吹又流行的 大陸是很流行的 都不止 因為最主要是 韓國那個超級女團 嗯 Badpink 他們那些人 用開這部 這些這樣的 CSD 機仔 拍出來 就跟風 這個世界 都知道 Badpink是多麼厲害的 是 他們用一些東西 實行的 是不是 沒錯 但是大陸說買得很貴 香港就很便宜 香港便便宜 所以有些人來買 那說不定 我們這些鏡頭 可能大陸人都會走來 都會的 有些人又說是興奮什麼 沒錯 喂 還有些什麼 我今天就說這麼多 那我先說一說 首先就是 我們先說 5月10號 就開始有這個 Niccon 2Z8 Niccon 2Z8 我想說回我們的看法就是 喂 之前我看過你那段影片 是的 哇 買了4萬元 3萬美 3萬多 神經病 那怎麼找人買 尺寸又這麼大 所以呢 我自己的預測 這部機器都是有人買的 但是不會像Z9那樣 是 沒錯 因為Z9已經 即是出的時候 是很震行的 是啊 但是呢 你Z8 其實 如果Z9 斬了一個 直到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現在你又買回五季的時候 我記得的是 如果你要強勁那幫人 就用了Z9 是 你要不要求那麼強勁那幫人 就用了Z7 沒錯 沒錯 我寧願你Z7 3 基本上沒有空間 Z6的3 好過Z8 是啊 因為你 這麼大部 是 然後你又這麼貴 你又重 其實多了一點就是拍片 8K 好笑的 他說要 有些 之前有說 向D850致敬 所以要 敬什麼鬼 850 是一個好機 我想說一點就是 我剛剛 去完大元團 去完整個洛西蘭回來 我們那個團有20人 是 我們通常都是做20人的 那麼 大部份的人 就是17位 是用無反 另外有三位 就用單反 那三個都是用D850 都是用D850 是 經過這個團之後 他們回到香港 都說馬上要換 都說要換 都說要換 其實他們拿起手 一個D850 再配大三元三支 其實是重到命都沒有的 很重 是啊 重到命都沒有 那麼他們見到 我們那些人 那個人更無反 又輕 又一鏡走天牙 24-200 這樣幾開心 因為其實 當年的單反 真的 事實上發難他 那個40多mm 就是 令到你 不漂亮一點的鏡 就是不行的 但現在的無反 16mm 真的差一點的鏡 沒有所謂的 所以如果現在這部Z8 這個定位這樣 新尺寸這樣 價錢這樣 我都不太太有 再加上現在 Candon有法力 是吧 駕駛R8 多好用 洗細部 其實現在就是趨向於這些 是 所以 接下來Z8 我也介紹很多朋友買Nikon機 但是我都不建議他買Z8 我說你買Z72就可以了 是啊 沒錯 反正又便宜 根本又夠用 絕對夠用 絕對夠用 成像又好 所以Z8 我也祝他好運 是啊 沒錯 好 另外 我也想說 剛才我也說起 我剛剛是有三人回來 講一下 今次的 有一點點的看法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就是 現在我們出埠的電話卡 是 那原來 過了這個4月1日之後 香港實行了一個法例 就是要實名登記制 那如果你的電話卡 在香港用到 在外國用到 譬如我現在這張 今次買的卡 我在香港用到 也可以在紐西蘭 和澳洲用到 那原來 你 開通了之後 是用不到的 嗯 你要做一個步驟 就是呢 登記你的身份證 嗯 打回密碼訊息給他 跟著 就跟著他的指示 就拍下你的身份證 之後才正式可以開通 用到 嗯 那這個是一個新的東西 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所以呢 最初都搞到我們 整團人 剛剛第一天 下機 哇 每個人都用不到 因為不知道有這件事 嗯 那將來如果你的朋友去開通 那可能都會遇到 是 沒錯 那就當一個資訊給大家 那第二呢 剛才我也說了 就是呢 現在無反的趨勢 已經是去到 世不可黨 是啊 不可能不轉的了 是啊 大部分都轉了 那我剛才說了 20個團友當中 17個 都已經是用無反 那另外那三個呢 回來馬上要轉了 因為他是 全程很辛苦 是啊 因為你用了無反之後呢 你相對你的腳架又小了 輕很多了 你用了小腳架 都說你小一號腳架 都沒有問題 你整件事就 是 很好 那另外呢 那就是呢 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去紐西蘭 其實呢 這次有幾個主題 那 首先第一個主題呢 我們就 在山洞裡拍營火蟲 我們都在後面給大家看 就是照片 那營火蟲呢 營火蟲洞 那很多人都說 營火蟲洞 不可以 平時你參加的團 只是可以看的 可以拍的 那師傅 這團呢 我們當然可以 可以帶你到山洞裡 看營火蟲包場去拍的 所以呢 那團友拍得很開心 那團友拍得 那玩了一晚這樣 那 很棒 很開心的 那第二個主題呢 我們這次呢 因為我們 現在四月份去 那在 紐西蘭就是屬於藍半球 一個很漂亮的星空 一個很漂亮的星空 那所以呢 我們呢 拍星空呢 銀河呢 就漂亮到爆了 那 那我們 很幸運 每晚都可以拍星 那 那 辛苦一點 是啊 那 很出名的那個 Tekapo 那個什麼 牧羊營教堂 那 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次有很少人的 不多人的 那再加上呢 我們就馬上避開人潮 避開人潮 那人家通常呢 八九點吃完飯去 那我們就不去住 那我們留回 我們八九點呢 就去其他地方 去一些沒有光害啊 整個森林啊 或者是另類的海邊啊 或者是小山上去拍 影兒一輪先 嗯 拍完之後呢 十一點十二點呢 那才回到無人教堂 那時候去到十一二點呢 那其實基本上 無人教堂就沒有什麼人了 那 所以我們就可以 完全在無形的情況之下 包場面之下 就拍這個無人教堂 就拍得很開心 拍得很漂亮的星星 是啊 那可能呢 你看看 你心水清了 咦十一二點你還可以 駕駛車周圍走 沒錯 因為我們呢 請了兩個司機 兩個司機 因為呢 現在全世界法例呢 旅遊巴呢 是裝了一個GPS 那每一個司機呢 一定是不可以 超過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那休息日 一定要超過十個小時 睡足十個小時 才可以再開車 所以變成我們呢 就請了兩個司機 才可以去 晚上也可以拍到很漂亮的銀河 那 除了銀河之內呢 那紐西蘭的四月呢 剛剛呢 就是 金秋季節 哇 漂亮得不得了 很漂亮啊 那我們 就去了這個 金秋孤獨的樹 哇 這個樹是漂亮的 這個樹人 其實 是啊 我一早已經看到 阿Heidi 是在Facebook出的 是啊 那些手機相機 已經很漂亮了 是啊 不用上機 沒錯 地方漂亮的時候 是啊 所以呢 在一個戰陣 還有那個 黃後鎮 哇 那些金秋呢 是漂亮得不得了 喂 直接好像狗仔混合 是 沒錯 啊 你都不相信 那些湖光山色漂亮得 這次呢 那些團友很幸運 感覺呢 他好像去了新疆那樣 但是呢 他們都知道 去過新疆的朋友都知道 是很煩的 好辛苦的嘛 你做金秋那個 那個 那個場面 譬如好像 我們這張照片 我們這張 我們這張照片 就是 就是那些 Exactly 金秋 霸上金秋 新疆金秋 但是呢 我們這張照片 很舒服的 當然 二十里 鋸魚扒 吃自岸布包 大草地野餐 沒錯 舒服很多 當然 所以呢 有個新的體驗就是 哇 如果將來再拍這些 森林金秋 都真的不用 一定要這麼辛苦 去到那邊 是 今年啊 五一 大陸那些 多人都爆 爆炸 那我們又說了 除了拍這個金秋之外 剛才我們說 像狗寨溝 真的 很像狗寨溝 很像狗寨溝 很像 又可以去新疆 又可以去狗寨溝 又可以去狗寨溝 那些照片 都真的幾開心 整件事 真的很美 是啊 再加上 紐西蘭 真的是一個世外桃園 是啊 很美的 是小人的地方 很愛有 尤其是你這個月份去 哇 這個 這麼美的銀河 我們又很幸運 天天都好天 天天都好天 可能對我來說就不幸運 因為天天要跟我們拍得很好 但是團友開心就最重要 沒錯 開心最重要 整件事 很舒服 還有一個驚喜 就是 我們除了剛才山洞螢火蟲之外 我們去了一個森林 那個森林 它很有趣 弄得好像有螢火蟲 讓大家看看 嗯 是草地 是呀 草木林 這些真的是螢火蟲 下面那些不是嗎 它不是螢火蟲 不是螢火蟲 它是燈光打出來的 哦 那好似 好似 好似我們台灣 我們 我直接在現場 我都要停了30秒 才知道 去分析究竟它是怎樣做出來 是真還是假 還有很多同學 就是我們的團友 明明不知道 是不相信的 是不相信的 因為它真的做到 好似螢火蟲 飛來飛來飛去 好精彩 好精彩 這個森林 這個夜晚森林 我們又身手不見 不止 在森林裡面 不開燈 卡到螢火蟲的燈光引導 在那些很粗大的 紅木林順裡面 兜來兜去 拍照 真的挺開心的 所以 這次呢 都真的挺好才 拍了很多 而且 那個Tekaku 早上有神母 哇 那個紅木 升起 簡直是仙境一樣 漂亮 都不得了 所以這次 我們很好才 收穫非常福 那 接下來 我們繼續會聊 沒錯 如果回來的時候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等一下要靠Andy Sir 放在影片後面 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簡一點 拍不完 因為太多了 太多了 銀行都拍了幾百張 沒錯 好了 最後呢 我都要再說一件事 不要嫌我沉迷 就是 我們這陣子 你都說了 開始要講一下手機 沒錯 我見你上一次很精彩 Ultra 13 小米 這部真是好東西 這部真是好東西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它有港版 沒錯 沒錯 現在我們說的 小米還未來 但應該一定有 因為它是國際版 有小米 明明有香港 有專門店 為什麼沒有呢 但現在還沒有 它好像還未到 未到香港 你是不是想買 我想買 我就是看看哪一架 所以說到Honor 我自己也想看 你問我 Honor Honor 都是好的 我先講一點 Honor 其實最主要是 要講它的價錢 因為它的價錢 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它現在是港版 港版 它做到什麼價錢呢 7200 12GB 512 是7200 那這個7200 當然它會送一點 送個無牙耳機 300多 再送個機殼 充電 那些全部都有 那以頂級旗艦機來講 去到這個級數 它這個價錢 差不多是最便宜的 哦 因為它乘回港幣 因為你小米 可能都是7000多 是人民幣 還有你是 你去到香港 又要八九千 八九千 還有你是256 現在它一出 就12GB 512 都像是港版 7299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什麼人會買呢 就是華為 涌燈買的 其實就是華為 為什麼我們會說華為 有會買呢 其實因為華為的手機 真的有捧場額 有的 我自己也是用華為 是啊 我有一部P30浦 P30浦 用到現在 用到現在 都仍然是很順暢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些電池非常之 速度 充電非常之快 是 影相不差 相對於今時今日的電池 現在就差了 現在當然差了 那時候就很厲害 那時候我覺得是無敵 現在就 現在就 現在就跌了 因為CG不夠高 是 所以呢 因為華為呢 被人制裁 我們也知道 沒有Google 也沒有5G 但是呢 Honor 謝斯華文 有Google 有Google 有5G 現在是港版 還要買這個價錢 那用回華為的系統 加回Google 那其實一定有很多捧場 對 再說回這部機 本身呢 其實那個競爭力是很強的 因為 6.8吋 120MHz 嗯 正在用晓龍 8.0 晓龍 沒錯 大電 5千1電 是 所有東西都是頂級的 是 鏡頭也是 鏡頭呢 雖然它不是一吋 但是它是1.12 但問題呢 它小一點 但是 它三隻鏡頭都一樣 那麼大嗎 不是 它不是一樣 它不夠OPPO 但是它這個大光圈 嗯 好像1.8 還是1.4 好像1.7 比小米呢 是高一點的 小米好像是1.9 所以這些它又彌補回 吸光量它是不差的 是 那所以整部機呢 三個鏡頭 正常鏡頭 軟攝鏡 和超幅都是5千萬張 那這些都是旗艦機的標準 是 其他一件事 它的螢幕是非常厲害 它的螢幕等同於 好像三星 QLED QLED 那些螢幕 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但是呢 它所有東西都是頂級 但是呢 價錢不只是買這個 所以呢 這個價錢便宜一點 是令人 如果你是華為粉絲 你就會心動 是吧 那 看看你們什麼 喂 因為華為 它有一個系統 是啊 是很順利的 如果你用那個Pack 如果你用那個Pack 用那個電腦 嘩 拖一些照片 我喜歡 全部都很厲害 它的熊龍系統 是啊 其實它是蠻好用的 其實現在說 P60 華為不是出P60號 是 它那個什麼 商向人造衛星通訊 是啊 很厲害 都幾耍家的 雖然啦 可能你會說 喂 它又不可以用來打電話 又不懂 但是 它可以呢 給你傳訊息 可以傳訊息 在沒有任何通訊的地方 你什麼都不用 就這樣靠 它那個華為 對著人造衛星 對著人造衛星 這顆 然後呢 你就可以傳訊息 那收到訊息那個人呢 它就可以按回你的地圖 就知道你在哪裡 就看到你 是 還有收到訊息都很厲害 雖然現在呢 它暫時就只是這個 初試版 初試版的意思就是說 它只是 得很少功能的 那麼 只得一些訊息 一些文字 那些東西 但是問題 現在 將來呢 當你去一些救急的地方 在山區 突然有什麼意外 它就救你一命了 沒錯 真的都很厲害 這些都 暫時是手機先河 那 看看怎樣 現在你有消費券 幾千元幫補一下 所以 真的很便宜 如果你用了三千元 四千元 就可以買一隻 這部東西 都真的 真的 有得想的 一想過這部也有得想的 是啊 頂級東西 是吧 那我們 我們 看看你下一次回來 會不會買 我買小米 還是買 我買你的HONOR 其實小米是吸引的 是啊 我也是 因為它可以扭鏡頭 是啊 還有 Glide加Filt 不是 加F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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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67 加過67Filt 平時家裡有的 是 9個67Filt 加CPL 6個67F 加ND 不錯 它有很多東西玩 如果以拍照來說 是啊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有時候 要是 先 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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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